大家好 我是曹伟东 最近媒体报道 就是英国的战略导弹核潜艇 在大西洋执行巡航任务的时候 一般的说 它的这种巡航是真正的战备巡航 也就是它藏在大西洋里边 随时准备对目标进行核打击 因为这是战略导弹核潜艇 核威慑核打击的主要的部署的方式 那在这个部署的过程中 出现了一个特殊情况 就是由于它潜艇下潜的时候 它有个深度计 就是你在一定的安全范围内航行 一般的说这个核潜艇 它最大的下潜深度是300米到500米 就是一般的说 一旦大于这个深度的话 那可能挺核就要压碎了 那就是压迫吧 那就是这个大量的海水就要涌进来 那这个潜艇就要沉没了 所以当它这个就是下潜的这个深度计啊 失灵的时候 就这个艇长呢 还以为是在一个正常的巡航 而实际上潜艇是不断的掉深 那如果要是这样掉深下去的话 它超过了艇体所能够耐受的压力 它可能就是停毁人亡了 后来呢 其他的艇员突然发现这个速度 深度好像其他的仪表显示不对 就赶紧拉响警报 纠正了就是不断下潜的这个潜艇 避免了一起啊 就是停毁人亡的事故 那当新闻把这则消息报道出来之后呢 就是媒体呢 就继续啊 就批评这个英国的海军 说你啊 曾经在2009年的时候 就是在大西洋执行任务的时候 和另外一艘法国的凯旋级的核潜艇相撞 而且法国的核潜艇呢 也是战略导弹核潜艇啊 因为当时相撞呢 就是这个英国的前卫号 也是战略导弹核潜艇 都搭载着核武器呢 两个相撞之后呢 就是一浮出来一看啊 都是北约的国家的潜艇 那就各自回自己的基地啊 维修去吧 还有呢 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 去年啊 英国的也是核潜艇啊 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呢 突然发生电气设备着火 那赶紧就浮出了水面 把自己暴露出来了 暴露出来呢 但是起码可以避免事故吧 那有的人就说了 说这个英国的战略导弹核潜艇 你看事故这么多 为什么还要建造战略导弹核潜艇 把它放弃了 不就完了吗 可是不行 因为英国呀 它是这个一个岛国 国土面积比较小 而且呢 又是这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它呢 因为国家小啊 所以它没有在自己的陆地上 就是建这种发射井啊 因为你国家很小 发射井在这个地方 别人一攻击就跑不了 所以呢 它没有陆基的核武器 也没有呢 空击的核武器 就是像美国这样 有战略轰炸机 我搭载了这个核武器之后 我去投掷去啊 它也没有 那全部的核武器都是放在潜艇里面的 它一共现在是四艘啊 前卫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 那这是它国家呀 就是拥有核威慑 核打击能力的唯一的平台 所以它必须要保持 它没有战略导弹核潜艇 那就没有核打击的能力了 所以这是它保持这个战略导弹核潜艇 必要性 那同时呢 就是英国它也不拥有这种常规潜艇 因为它在就是本世纪初啊 就把最后的三艘常规潜艇 全都卖给加拿大了 就是海豚级的 一艘就卖你一个英镑 当时大家都觉得可笑 说为什么 一个英镑 这在英国只够做一趟空空汽车的钱 它把这个三艘常规潜艇 全卖给加拿大了 就是它认为常规潜艇 航行的距离短 搭载的武器少 只能近海作战 不符合英国的这种全球抵达 快速反应 这个战略核威慑的这种能力 它没有 所以它不要了 那现在 为什么英国会把 就是自己战略导弹核潜艇 发生的这样一个事故 公布出来呢 我认为它主要是为了 就是给自己的海军增加经费 因为现在呢 就是英国呀 它的这个海军 陆军空军都在增经费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它的国防部 还要向乌克兰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 还要抽经费 那大家在增经费的过程中 早有理由吧 那海军就说了 我的战略导弹核潜艇 是英国唯一的核打击力量 你看过去的时候啊 就是我们由于性能啊 就是存在一定的问题 那才会和法国的核潜艇相撞啊 看不见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去年的时候 我这个潜艇 它电器老化呀 着火了 这个不安全呢 所以要更换呢 还有你看现在 这个深度计啊 发生问题 那万一要是这个没有发现的话 那不就是停毁人亡了吗 所以你们应该向海军多拨钱啊 这是涉及到英国的核战略的力量 为什么他要这样就是报道新闻呢 因为如果说他不需要增经费 不需要外界知道 完全可以不暴露出来 因为你深度计的这个事情啊 他就是艇长和艇上的人员知道 那媒体怎么透露出来的呢 对吧 他就故意的通过媒体 把这个事披露出来之后呢 说海军的装备老旧 说战略导弹核潜艇的能力差 所以呢 你要把经费往这投啊 其他的经费可以抽出来 或者是减少一些 但是这个方面的战略导弹核潜艇的经费 不能抽出来或者减少 实际上呢 这个消息并不是在揭露 他自己的装备不行 而是说呢 在和其他的军兵种挣经费 关于这话题呢 我们今天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嗯 嗯 嗯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